不知道怎麼看說這個周一寇警惕 這個蔣萬安他的這個聲勢的問題 那怎麼看說 可不可以認為說 你現在跟周一寇中央部手已經太慢了 有那種戒毒的不同 所謂的戒毒的一個症候群 應該很痛 第一個 用這種醫療的名詞來做一個炫弄 然後來形容一種不存在的一個情況 我想他可能自己還有這樣的一個症候群 第二我跟周一寇就是在公務的往來 相關的新聞需要的時候 我們接受訪問 將我們的政策說明清楚 至於在私交 我跟周一寇一點私交都沒有 我們只是在公務上面 一個媒體人 一個在執行政策的政務官 需要說明政策的時候上節目 接受社會的挑戰 就是這樣 那至於我們這個周主持人 或他節目裡面 他需要講什麼主題 那根據他們相關媒體的經驗 他們是會安排 你會認同說周一寇在節目中呼籲說 票投給陳時中就是投給周一寇 你也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也沒看到這樣的節目 不然他說喜歡周一寇就是喜歡陳時中 這個部分你是去年接受 也就平常會色色爬的 沒有我就要現在為止 因為沒有看到這個節目 我也不變評論 你怎麼看說 現在有評論認為說 就是因為周一寇的言論 雖然可能會引起中間族群的反感 但是對於鞏固基本盤是反而有助理的 我想我們都不需要用這樣的東西 來做政治上的操作 在於選票上面 我們在於是當全民市長 我的目標是全民的政策 希望能夠造福台北市的市民 早上講完說周一寇是你現在在跟他切割 那為什麼之前實際的時候 你就跟他同聲附和 實際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跟誰同聲附和 我就事實上社會的一個常規 那表達我的意見 那我沒有跟誰要掛在一起 那你有提到周一寇的部分 大家會覺得說 會不會票投陳時中 就是票投周一寇 那就是在您臉書發的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也認為說 你怎麼說成說不能夠就此切割 每一個人接受選舉的檢驗 但是不需要一邊切割 又一邊上節目 然後爭取他 跟他一起上他的節目 然後去爭取曝光 這兩個事情是不可能區別開來的 所以我也寫了一篇麻木 誰無父母 誰無子女 我們在選舉 我們的家人已經是犧牲很大了 他們已經是受到我們從政的人 很大的影響 那用家人的事件來做選舉的操作 其實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認為是這是一個 連陳時中先生他有孫子 如果他可以忍受這樣的污蔑 那他將來怎麼樣教育他的孫子 同樣的 蔣萬先生他現在還有小孩 這些對他的至親的指控 將來他的小孩要在學校怎麼面對 這些在指責別人家人的同時 你們到底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良知 那我不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講到陳時中的部分 因為他陳時中被問到周一寇的時候 他都是在做切割 那會不會呼籲說陳時中應該公開的 來對周一寇這件事情做一個嚴正的表示 或者是呼籲周一寇不要再做這樣子的攻擊 我覺得陳時中先生就是在這個視線上面 他沒有立場我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說當如果有人比如像我們也是 如果當有人指控我的家人 然後用我的家人來傷害這場選擇 做這場選舉的操作 我相信他自己也會起來捍衛他的家人 所以他至少應該說句公道話 請不要再這樣子了 至少要說停止這樣子的指控吧 但是顯然他沒有立場 那沒有立場的問題才是 那表示你的立場可能跟周一寇是一樣的 陳時中表面上切割 實際暗地合謀 只是口頭上講說 尊重媒體中立發言 但事實上周一寇是中立的媒體人 台灣有多少人會相信 陳時中被這樣遏制的選風綁架 所以他這樣講 到底是內行人說外行話 還是他真的就是被民進黨操控的傀儡 好像周一寇一直爆料 好像連黃國昌都看不下去 那會不會覺得說有個空門是 支持陳時中就支持周一寇 不只是黃國昌委員 我想任何有理性的民眾 都無法接受這樣遏制的選風 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 公理正義是遠大於政黨利益 所以這樣低劣的選舉操作手法 也不應該出現在民主社會當中 我也要再次強調 現在唯一的反制方法 就是大家勇敢的站出來 向這樣遏制的選風表達譴責 也在11月26號投票當天 我們要向這樣低劣的選舉文化 投下反對票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不滿 剛剛黃先生也發問提 你說選舉不應該要喪失人性 所以我看到陳時中部長 他表面上切割 實際暗地合謀 他只是口頭上講說尊重媒體中立的發言 但事實上 我想大家會認為周一寇是中立的媒體人 台灣有多少人會相信 陳時中他就是被這樣遏制的選風綁架 向這樣威脅的壓力屈服 不敢說一句話 所以他這樣講 到底是內行人說外行話 還是他真的就是被民進黨操控的傀儡 所以我想這個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這個就很像吸毒 現在要戒毒來不及了 過去三年上周一寇的專訪12次 現在他要裝不熟 It's today 他現在一定戒毒症候群痛苦 那就是說像黃先生他臉書 還有聲援蔣萬安 因為陳時中切割周一寇可是他又去上他的節目 那我們是不是認為陳時中應該跟周一寇劃清界限 我跟你講這個就很像吸毒 現在要戒毒來不及了 陳時中說他跟周一寇平常沒有聯絡 我剛才才看到一個統計數字 過去三年上周一寇的專訪12次 你現在才說他裝不熟 It's too late 太慢了 所以我相信他現在一定戒毒症候群 應該很痛苦 因為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有講說 支持蔣萬安就是支持周一寇這個原因 可以幫我們重新講一下嗎 整體來講我是在說 大家不要互相亂連結 那就好像說去連結 像我講說蔣萬安跟周一寇這樣連結 這是一種亂連結 那亂連結就沒有什麼意思 要盡量避免 也免得也傷其無辜 這樣都不好 那就被藍營酸說 這樣子也是認為說把周一寇當白紙標嗎 也沒有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亂連結亂扣 對講一句話大家扣一個帽子 那扣帽子扣到什麼時候 那至於在選舉的時候 只會扣帽子提不出政見 那坦白講 對整體的未來市政的發展 並沒有幫助 部長你覺得你的中間選票有流失嗎 現在不知道 所以我說待會等到選票自然就會見真章